歡迎收看宏觀熱點 我是劉洪 據臺媒報導 臺北市18日宣布 市長蔣萬安將於29日至31日 率團到上海參加2023雙城論壇 蔣萬安在受訪時表示 當兩岸情勢越緊張 越需要溝通交流 相關話題 我們連線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張林征 聽聽他的看法 張林征教授你好 劉洪你好 臺北市18日宣布 市長蔣萬安將於29至31日 率團到上海參加2023雙城論壇 您這次怎麼看呢 我們樂觀其成 因為這個是疫情三年之後 第一次在線下舉行的實體會議 相信臺北市和上海市 雙方面的這個余會人員 都可以在這個實體的會議當中 能夠親切地交流 暢所欲言 這個有助於兩個市政的這種推廣推行 比如說這個減碳永續 羽毛球運動 還有會展業務 我覺得實體會議是比線上的會議要好太多了 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們非常期待是因為在過去幾年的這個歷史來看的話 蔡英文執政使得兩岸在官方半官方的交流都完全的中斷了 所以現在呢就是只能夠靠著民間的一些交流來推動延續兩岸的這個之間的關係的向前進 那麼我們非常希望這個雙層論壇他的舉行 他的功能應該不限於說市政方面的一些目的的這種實現 而希望說由於他的舉行 他的效益能夠外移到其他方面 譬如說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 而能夠使得兩岸的人民彼此之間有更深的了解 有更深的這種感情 這是第二 第三呢 我們覺得這次雙層論壇的舉行 蔣萬安親自率團去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不管他的身份了 這個當然是令人會有很多的遐想 但是毫無疑問我們看到自從去年 佩洛西這個串訪台灣之後 這個台海的情勢陡形升高 那麼軍事活動可以說是無日無之 那麼我們也希望藉著這一次的 這個雙層論壇的舉行 而雙方面的這種親切的這種交流 可以使得目前台面上的這種 台海之間的至少在兩岸之間的 劍拔如髒的這種關係 人民之間的誤解 能夠有所這個削減 這個當然是我們對這個會議 有比較深的這個期待 早在蔣萬安宣布將赴上海出席 雙層論壇之前 就傳出民進黨當局對於台北市政府 參與雙層論壇進行多方阻撓 對於近期多長兩岸間重要的交流活動 民進黨也是如此 對此您如何評價呢 我覺得民進黨對於兩岸雙層論壇的舉行 以及其他兩岸民間的各種的交流活動 不以餘力的阻撓 這個不是什麼太令人意外 他不這麼做大概才會令人覺得意外 因為民進黨的目的就是想要讓兩岸之間所有的關係都一刀兩斷 甚至於民進黨不惜犧牲台灣的利益 譬如說台灣的經濟跟大陸是非常密不可分的 百分之四十幾的這種出口都是針對大陸的 那他對這個他也並不是那麼珍惜 倒是民間是非常重視的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的阻撓 這個是預料之中 但是兩岸之間畢竟是可以說 有千絲萬縷的各種的關係存在 歷史上頭的血緣的文化的語言的宗教的等等各方面 這不是民進黨想一刀兩斷就可以切得斷的 那當然切斷這些民進黨的目的 就是為他的抬獨的這種推行排除障礙 但是這些天生的這種兩岸之間的這些密切的這種關係 是絕對切不開的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的圖謀是不能得逞 那即便他反對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兩岸民間許多的交流 以及這一次雙城論壇還是如期的舉行了 所以民進黨的所作所為基本上看起來只是白費力氣 然後再次留下的一段時間 我們要去振折